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其中选举之前 一个月开始 美国和俄罗斯克里姆林宫 白宫和普丁的高级幕僚 开始进行秘密会谈 这个消息被美国的Washington Post独家披露 白宫很大方的直接承认 后来再宣布 我们所谈判的是一个叫New Start 就是如何削减核子武器相关的这个条约 这个条约是怎么回事 我们待会会在整个稿子里头为大家做出解释 可是这个条约早就存在很久 应该要削减 这件事情大家也有共识 但过去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 为什么在恶物战争进入第九个月的时刻 突然在其中选举前一个月 双方开始秘密接触谈判呢 接着 最近白宫正式的宣布 最快在11月底 以及12月初将公开进行对于New Start 就是如何削减核子武器的谈判 这个谈判看起来是为了避免核子武器的战争 而普丁已经明白地表示 除非俄罗斯受到威胁 他不会使用核子武器 同时俄罗斯的国防部部长 宣布是由他做的决策 当然普丁一定要同意 他们要从赫尔松城市里头 涅泊河的西岸完全撤出 进到东岸地区 这些讯息都显示出来 美俄之间有一些接触 也有一些和解 那个时刻在接触时候的拜登 可能想象他在其中选举 可能民主党将大败 他希望能够慢慢地缓解恶物战争 然后最终在他2024大选之前 结束这场战争 可是其中选举民主党并没有大败 到底情况会如何发展 值得注意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件 更重要的一件大事情 是美国的参谋总长 我们的参谋总长 在他们的角度参谋联席会 会议的主席Miller 他依据一个军事战略专家 提出了一个建议 在白宫的重要会议上 他说现在是乌克兰可能取得最大胜利的时刻 也就是你打到连赫尔松 俄罗斯都退了 或者打到在赫尔松他退之前 你旁边好几个城镇你都赢了 你能够得到的胜利就是到此为止 不可能更多了 这是你谈判的最好时机 第二个是马上就进入冬天 冬天是没有办法打仗的 而俄罗斯摧毁了这么多基础设施 将来他有更多的无人机 还可以摧毁更多其他的基础设施 整个赫尔松是你进入的人 可能没有水可能没有电 寒冷寒冬零下二十三十度的气温 就是最大的可怕的核子武器 所以Miller的主张就是 这个时刻是乌克兰跟俄罗斯 上谈判桌最好的时机 而乌克兰可以到的最好的条件 并且要求乌克兰 不要提高那么高的一个 停火协议的条件 因为那时停火完全不可能 而如果再拖下去的话 很可能你死伤的人数会很多 光是一个寒冬 以及基础设施被破坏 以及未来的不可测的因素等等 这是Miller的主张 而这位军人出身 基于专业专家他所提出的主张 被Biden的政治幕僚反驳掉 政治幕僚在这次其中选举之后 他们认为如果在这个时刻 很快的要求乌克兰上谈判桌 会被认为Biden是一个 懦弱无能的总统 共和党会批评他 你又从阿富汗撤军 看起来仓皇撤军 接着你对乌克兰的支持 对俄罗斯的对抗 美国人民会认为Biden是一个 懦弱的总统 所以他的政治幕僚反对 所以我们常常在一件事情里头 有一个叫军事的专业 他谈的是对乌克兰的最大利益 有一个叫做政治的专业 他谈的是什么 他谈的是对Biden 个人政治前途最大的一个利益 而最后当然是政治幕僚 取得了在这件事情里头 主要的决策权 那么这个是在这一段 其中选举战争 这个其中选举举行之前 关于战争的前后辩论 而相关的消息 最后这一段消息 还是由纽约时报独家披露的 我们来看以下的报道 在扎波罗勒的前线村庄 炮火声未曾停歇 这里的居民以习以为常 他们努力的让日常不受战火影响 但即将入冬的致命低温 恐怕才是真正的考验 Local resident 60-year-old Natalia now lives in a basement with some of her neighbors Although cramped she says the basement has helped them survive This is where they sleep With so much infrastructure hammered by Russian airstrikes the cold and snow has been long feared in the war Aid workers have provided wood stoves before winter when temperatures often plunge far below freezing In the eastern Ukraine town of Siversk collecting firewood is becoming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for retiree Valentina Kozykova It's a terrible situation she says how could it be anything but terrible The Russian effort to break the will of Ukrainians by depriving them of life's essentials is an age-old tactic used in many previous conflicts 俄羅斯帝國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凱撒林大帝曾有一句名言 我們有八個月的冬季 還有四個月的壞天氣 習慣並擅長在寒冬中行動 讓俄羅斯在歷史上的幾次重大戰爭裡 往往能在冬天扭轉戰局 包括1812年的俄法戰爭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亦是如此 俄羅斯軍方公開這場特別軍事行動 最高指揮部的回憶 宣告俄軍自赫爾松市撤離 重新以地面薄荷為天然防線 但西方情報界對俄軍如此公開透明的戰略 都抱持懷疑的立場 不要烏克蘭謹慎 避免落入全逃 祝福歐克蘭 雖然而烏軍把持續推進的戰果 視為西方國家能繼續支持基輔的理由 但一如俄羅斯戰爭史上的套路 這赫爾松市的撤離是保存戰力 在入冬後以拖待變 而連續一個多月來 對基建的狂轟猛炸 入冬後的烏克蘭人道主義危機 恐怕才是西方國家另一個包袱 niemand interested thank you sir how are you but how to stop the war last frida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met ukrainian president volodymyr zalenski multiple u.s officials tell pbs news our sullivan asks alenski to reduce his public scepticism about diplomacy and detail what peace might mean as sullivan suggested in a keith press conference did the conversation that we need to hav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support of ukraine is what are the terms 华府或早已悟出 入冬后的乌克兰战场 会给这场战争 与国际局势带来的变化 华盛顿邮报 也援引致情人士的话说 拜登政府正施下 鼓励乌克兰领导层 做出愿意和莫斯科 谈判的态度 不要公开拒绝 和平谈判的表态 希望这一姿态 让西方国家 能看到一点和平的曙光 以免因乌克兰疲劳而撤出 事实上 不只是在欧洲陷入通膨 与能源危机 而产生乌克兰疲劳 即便在白宫内部也有矛盾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 主席米利 在一场内部会议上的谈话 就明白表示 该推动俄乌谈判了 里面有必要认识 那里面有必要认识 秘密從軍事視角切入 認為烏克蘭不肯拿回烏冬及克里尼亞 但現在烏軍的戰場勝利 以贏得有力的談判地位 且俄羅斯擁有充足的無人機 仍可在寒冷的冬天發動攻擊 所以談判必須在冬天到來前 盡速展開 但這務實的看法 卻被拜登的政治幕僚火絕 顯然蘇利文能要推薦 在烏克蘭戰場上的戰略目標 一是拖垮俄羅斯 另一個是為拜登聲望普路 扭轉他從阿富汗倉皇撤軍的聲明 然而對於俄羅斯在烏克蘭戰場上 可能動用戰術核武的疑慮尚未解除 儘管蘇利文對莫斯科態度強硬 但他持續為這場可能的核戰 進行危機管控 經過數週的溝通 彭博社本週的獨家報導說 美俄將恢復 輕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框架下的對話 這條約是在2010年 由時任美國總統歐巴馬 與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所簽署 一再削減雙方的戰略核武 規範部署的核彈頭數量不超過1550枚 發射工具數量不超過800架 更重要的是設有相互核查的機制 以建立兩個核大國間的戰略呼吸 中央核武器條約大國間的核武器條約 但由于川普想重建美国的核武图 在他退出中导条约后 为期10年的新缺点战略武器条约 成为美俄间谨慎的核武对话机制 且在条约即将到期之际 川普企图纳入中国 重含一份美俄中三方的核对话机制 但北京并不感兴趣 就在条约即将失效之际 2021年1月刚刚上台的拜登 启动条约里的5年延长机制 然而俄乌战争爆发 普丁多次发出核战威胁 更在8月宣布退出 新缺点战略武器条约中的 设施核查机制 让美俄间的核战略互信崩塌 爆发核战争的疑虑 也持续升温 We have channels to communicate We believe that at that kind of basic level of communication We have channels that can continue to operate effectively to ensure that Russia has a very good understanding of where the United States stands particularly on questions of risk reduction 美俄预计近期恢复核对话 如同冷战时期 美苏的高度对峙下 双方都没有放弃有意义的沟通 以避免走向全面的核战争 拜登的危机管控 初步看来是拆了核战的隐线 普丁也有意借此 重新建立火星 若以此回看俄罗斯 罕见公开军方讨论撤离赫尔松市 紧密力主张和谈 何尝不是彼此的善意释放 但一场其中选举 让拜登起死回生 却也可能让俄乌和谈开始复众 而未来情势如何发展 乌克兰的冬天或许会告诉我们